行政院在日前端出了政策牛肉 说要在2022年夏天以前 全台湾高中以下学校 班班有冷气吹 而且电费将会由政府编列预算来补助 不过现在教育团体就透露说 教育部只打算补助 5月 6月 9月跟10月这4个月 一共是88天的上课日 而且冷气规定只能够从早上9点钟 开到下午4点钟 其他的时间要采取使用者付费的方式 但是来看看这个月份跳过暑假 有一天限制7小时的做法 也被批评是政策跳票 尤其7到8月份 其实有不少国中还是有辅导课程 在最热的时候 冷气费却要家长自己来买单 被教育团体认为不太合理 电费的负担政府也有规划 在不让会电 大家公平使用 那经费中央会来补助 行政院日前才霸气喊话 在2022年夏天前 安全台高中以下学校将班班 有冷气电费会由中央给补助 不过现在却传出 冷气电费教育部只打算补助4个月 而且还跳过最热的7、8月 这个政策的确有跳票的嫌疑 原先行政院对外公告 就是全面补助 国中端的学生来讲 大部分的学生都还有 在参与所谓的暑期舞蹈课 教育团体透露 目前教育部规划的中小学冷气电费补助方案 只打算补助5、6、9时这4个月 一共88天的上课日 而且每天还限制 只有早上9点到下午4点 共7个小时能开冷气 其他时段想凉快就得使用者自费 被IP跳过暑假不合理 补助时段更应该提早和延后 不过也有家长有不同看法 8月的暑假不补助 这样您可以接受吗 可以 这样可以减少家长负担 跳过暑假 我觉得可以试试看 都会的小朋友已经很幸福了 家长也负担得起 政府也可以补贴一点 所以我是觉得 那要不然就各办 冷气电费到底该怎么补助 目前国教署还没拍板 会在讨论怎么在节能 经费和民意间取得平衡 解释去真谷博 好